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特朗普出席了一個位於亞特蘭大州的競選活動 而且還向黑人選民 許下了莊嚴的承諾 在藉間 他宣佈了一個名為白金計劃的項目 說明要向黑人選民 提供五千億美元的資助 除此之外 還要協助超過五十萬個非裔人士 創立屬於自己的企業 還有 要在非裔社區 創造超過五百萬個就業職位 特朗普使出這一招的殺手柬 當然就是要衝著拜登的票倉而來 很明顯就是要曬冷 因為在不同的民調機構的調查當中都發現 黑人選民對於拜登的支持度 往往都是超過八成 但是對於特朗普的支持度 長期徘徊在個位數字 約會只有百分之八 所以 特朗普在這方面 絕對大有所為 在黑人的選民支持度當中 是有上升的空間 現在擺明就是要搶票 除了這個資助以外 其實特朗普還提出了一系列的 打動人心措施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雞腿打人就牙較遠 特朗普除了使出金錢援助這招以外 其實打動人心都很重要 特朗普就向非裔選民承諾了 要為他們帶來更好 和度身訂造的健康照顧 務求要消除歷史性的差距 並且就要促進非裔選民買屋的機會 和增進金融相關方面的知識 還有的就是 他承諾了要將每年的6月19號定為黑奴解放日的公眾假期 實情這一天 就已經在三十多個州內推行 現在特朗普就說 要在全國範圍內推行 在教育方面又怎樣 特朗普就答應 黑人選民 要關閉一些教學效果差的學校 取而代之的 就是要向黑人選民的子弟 提供更多的學校選擇 和教育機會 同時也要繼續保護 歷史性的非裔學院和大學 尊重非裔人士的 學術文化 特朗普還說 這個白金計劃 將會建立起一個 和平的城市社區 有著最高標準的警務人員 而且還有公正的司法系統 在大選前一個月多些的時間 特朗普忽然向拜登曬冷 對黑人選民 非裔選民 作出了那麼多的承諾 老實說 有部分的選民聽到之後 心動 絕對是不出奇的 當然 拜登已經擔任了公職47年 正如特朗普批評所說 究竟拜登在任公職那麼多年以來 對於黑人選民 非裔選民 提升他們的生活待遇 又做了些什麼 當然有些左膠 又走出來批評特朗普 就說 你擔任總統任期 都這麼多年 為什麼現在選前 過幾月才搞那麼多 你不要理 起碼說 他有這樣的紅圖大計 提出了 他在下一個任期 如果是當選的話 做不做到是一回事 有賴所有的選民 去監察他下一個任期 究竟有沒有兌現他的選舉承諾 但是我們可以檢視一下 特朗普在目前這個任期 其實他已經兌現了大部分選前的承諾 包括為美國創造大量的就業職位 包括就是 縮減對華的貿易赤字 等等 在經濟上 他就已經做到 十足 當然 被一場的 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 就是 打垮了 這個就是非戰之罪 不是特朗普自己 搞出來的 所以那些左膠 批評他 你當然可以批評他 為什麼 退到這麼後才做 但是同時之間那些左膠 也都應該是拿著同一個標準來去質問拜登 究竟你對於黑人選民和非裔選民會作出一些什麼的承諾呢 但是我們官乎拜登的態度他一定是不會作出那麼多承諾 為什麼 因為在幾個月之前拜登就曾經失言 他說過一句什麼話呢 他就說 投他那些黑人就是黑人 不投他那些黑人就不是黑人 當時就已經引來廣泛的批評 當然他後來也就這句失言是致歉的 但是 這個小小的說話 就已經是見微知著反應得到 根本上他就大安止意 當政了所有的黑人就是民主黨的票倉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若然是拜登當選的話 黑人和非裔選民的生活待遇 又怎麼會有重大的改善呢 所以特朗普這一招我認為 是會有效果的 同時之間特朗普還宣佈了 這個白金計劃還有一招 就是要將3K黨和Antifa 列為恐怖組織來檢控 這個當然 也是承繼著他之前所提倡的法律與秩序 所以特朗普每做一件事 我經常都說他肯有他的心意 這次這個白金計劃 就是針對著 黑人和非裔的選民來做 他之前所說的這個法律與秩序 就是針對一些婦女的選民 和一些鄉交的選民來做 因為在過去幾個月以來 在美國全國範圍所出現的示威活動 去到後來已經演變了成為 搶掠的活動 當然就令到很多鄉家的選民 感到不安 特朗普特朗普 就是要提倡 這個law and order 去吸票 當然 這些搶掠活動 其實 每每集中在民主黨執政的州份 特朗普這裏又得分 另外在國際舞台上 他也展現了他的外交手腕 尤其是促成了以色列和多個中東國家的和解 這方面他又可以吸納一些 猶太裔選民的支持 所以特朗普其實已經是頻頻地出招 去到昨天還忽然之間曬 要向拜登的票創樹搶票 相信在未來一個星期的民意調查當中 就會反映到的效果 至於拜登陣營方面 原來拜登 已經是超過22日 連續22日 沒有公開延伸 去做一些拉票的活動 甚至乎這個情況 還令到民主黨內部的一些人士感到擔憂 在過去的22天 拜登只是做過三樣的活動 第一就是網上的籌款活動 第二就是前往教堂進行崇拜 第三就是出席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喪禮 這一種這樣的行徑 使得民主黨內部的人士都有微言 包括就是民主黨德州的主席批評他 說因為疫情而不進行公開活動 就是一個相當之噁心的藉口 他相信拜登是有屬於自己的專機 不需要像他那樣 和其他的市民 搭乘這個普通的客機 當然我都相信拜登是有專機 但是他偏偏就是不想出席公開活動 為什麼呢 第一我就相信他是不想在這個第一次的 選舉辯論之前過度的操勞 他就以這個疫情嚴峻作為掩飾 實情根本上他的體力 或者是精神力 根本上就沒有辦法應付得到頻繁的拉票活動 大家又可以觀察一下 究竟拜登能不能夠暫立超過一個半小時 若然他要出席一些競選活動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就這樣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的話就成何體統 出席競選活動一定就是要站起來進行演講 我相信 拜登減少出席這些活動 就是要為了避免消耗他的體力 免得正式競選辯論的時候 站也站不穩 其實拜登暫停拉票活動 就已經使得他在幾個搖擺州份的領先幅度 大幅滑落 昨天路透社和易普索公佈了9月份的 搖擺州份民意調查結果 顯示有四個搖擺州份 拜登的領先幅度就已經去到民意調查的誤差範圍之內 分別就是俄亥俄州 拜登領先百分之一 北卡羅來納州百分之1.1 佛羅里達州百分之1.7 和阿里桑拿州百分之3.5 另外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領先幅度就多 百分之4.8 但是已經比往事低了很多 大家知道如果經常在全國範圍做民意調查 我已經說過是沒有意思的 而且大家可以再觀察一下 原來有很多全國範圍裏面所做的民意調查 其實有很多機構的樣本 都是不夠一千份的 你做了七百幾個八百幾個訪問 究竟這些數據可信性有多大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如何進行抽養 裏頭都有一些妙處 若然你在加州或紐約州抽養 當然你調查出來的結果就是拜登領先的幅度會很大 但是如果不是你在德州裏面做的時候 那裏的人 就是傳統紅州 一定是支持特朗普比較多 你採養的方法究竟是怎樣 這件事 也是有一個巧妙之處 當然特朗普如果可以在這幾個搖擺州份 贏出的話 他就已經是很穩陣了 俄亥外州有18票 北卡羅來納州15票 佛羅里達州29票 阿里桑拿州11票 賓州20票 加起來已經超過90票 當選美國總統的選舉人票的門檻 就是270票 如果特朗普拿到這五個州份的票 就已經是佔了三分之一 那你再東拼西湊加上其他傳統的 紅州 這樣 那就很穩陣了 當然特朗普 猛禁頻頻出招 我們就拭目以待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